大家好,我是桑普 今天是6月3日 希望祝福大家端午節快樂 希望總是幸福 希望大家心存善念 繼續講真話行功二號年文 端午節是大家休息的日子 同時大家知道星期六 即明天6月4日 大家知道有什麼時間 所以希望大家保重自己 如果在香港以外 各式其式 全世界有20個不同的肢肉柱 烏蘭巴托都有 在蒙古都有 荷蘭阿姆斯特丹 英國倫敦 法國巴黎 美國華盛頓 華盛頓特區 在澳洲有雪尼 即是西德尼 好多個地方 都有這個Pill of Shame 不能進龍 我講不完名字給大家聽 但起碼台灣也有 台北也有 希望大家可以去彭釣 也希望各式其式的地方 參與燭光的晚會 我也很清楚 今天晚上 我會去淡水的基督長老教會 有一個祈禱會 希望大家送上祝福 給亡靈 這些六四的亡靈 我們每一年都會記得 還有送祝福被天安為母親 而他們的群組最近都已經被封殺 很多的通訊 譬如說 尤惠傑 他都只是和大家很少講法 希望堅持初衷 三點訴求 真相 救贈 還有賠償 要和解 不是空喊和解 而是真相 救贈 賠償 這是所有轉型正義必須要做到的事 天安為母親 他們痛失愛子愛女 已經很久的時間 但是 他們依然堅持這個初心不變 原因是什麼 不是因為他們是中國人 而是因為他們反暴政 憎自由 同樣的 我們很多香港人 都認為自己不是中國人 包括我在內 都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很多台灣人 極大部分台灣人 都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但是對於六四的悼念 不會因為這樣而沒有 當然 很多台灣人覺得一邊一國 歲月正好 覺得 或海為治 你的事不關我的事 但是 你認為 他不關你的事 但是 中國人認為 你關他的事 中共政權 認為台灣關他的事 那你就陷入一個非常弱的局面 還有最重要的是什麼 今天我們是 最大的威脅在哪裡 我認為無論是香港和台灣都好 我們的最大威脅來自中共政權 中國政府 這個這樣的暴政 由於這樣的暴政 對於我們的殘害 我才來到台灣 很多人才要流亡去不同地方 需要移民去不同的地方 我想問大家 如果我們 結了架 忙了痛 可以嗎 被中領館的人 不斷分化 用不同的地方 可不可以做得到呢 不可能的 因為我們心裡很清楚 對於中國共產黨的邪惡 有深切的形式 正因為 反極權 反暴政 反專制 增民主 增自由 增自治 增獨立 我們才會有不同的國家 才會有不同的情數 繼續去悼念這個活動 我們希望 這個情況 我們會銘記於心 同時 我在獄中有很多的朋友 包括傑斯 在內 他每年都會去六四悼念 包括我也是 他今年不行了 可能只是說一枝火柴 在監獄裡面度過 不只是一個傑斯的 還有很多其他的人 包括支聯會 三個很重要的人物 包括李卓仁 何俊仁 還有周幸彤 他們很勇敢 周幸彤我也說過了 無望六四抗爭到底 就是平常高叫的 希望大家無望六四抗爭到底 可能大家無法有這樣的勇氣 有無法有這樣的實力 體力 或者風險 可以冒到 去到維園去悼念 做不到 進不去 警方已經 講了很多次了 你進去的話 就抓你 會講一下警方講些什麼 但 我們更重要的地方是什麼 不要忘記 至少 可以在 6月4日的6點40分 靜默 好一點的 做在家裡 或者在安全的地方 去電氣燭光 接著 收睇直播 直播是什麼地方呢 台北是一個好的時區 我想這麼多個國際裡 跟香港是同一個時區 可以6點40分 做直播 希望這個時間 我們在 包括我在內 很多人在明天的 這個 藍營叫做中正紀念堂 很多人的自由廣場裡面 我們會有一個活動的 是由華人民主書院主辦 我身為台灣香港協會的理事長 協會只是合辦 而不是主辦 希望大家 他們主辦單位 去安排這件事 台灣很多 半島的組織 包括很多 台灣的社團 以及民間團體 都會一起去共商善舉 因為這件事是重要的 還有有個三米高的恥辱柱 在那個地方 所以台灣的大家 不妨去參觀 記住 6月4日 傍晚6點40分 在這個中正紀念堂的這個民主大道上下 基本上就是入到裡面 就不在大宗自政的牌匾之下 入到裡面 是在室外的 希望明天天功造美 今天天氣都不錯 希望都是這樣 這個就是台灣的情況 在世界各地 我知道澳洲亞德萊德 都會有燭光會 在英國更厲害 英國就是香港移民過去的很多 你看到6月4日 他們會有六四的晚會 也會邀請到很多 就是反俄撐烏的人 去悼念 不是悼念 就是一起 來譴責什麼呢 譴責極權 譴責暴政 中俄就是極權專制的最大威脅 尤其是中國 他們的最大威脅 我們一定要譴責 一定要共同取劣 公民社會 互相結合 不會因為它是反俄撐烏 和六四無關 我們就要把它踢到一邊 不會 我很多謝六四 我們很多的同道 手足 兄弟 姐妹 都一直堅持這個地方 希望大家在倫敦裡 加油 另外612更加重要 當日在台灣 會有一個舉旗的遊行 以及有一個集會 我也發表一些講話 演講的 就是共產黨的術語 之後 在英國 也會有612的一個集會 我以為肯定會更多 因為當地香港人更多 希望大家共商善舉 在美國 加拿大 甚至澳洲 各式其式 我肯定有不同的活動 我沒有辦法讀這麼多給大家聽 希望大家看回每個地方的網站 去做回應該要做的事 其實離散香港人可以做的很多 相對自由 也都可以 例如我是簡單 也都不會受什麼威脅 但在香港的大家 真的要保重 所以我就希望大家 用自己的方式 用自己覺得 符合自己風險評估的方式 做適當的事 但是不要不做事 這就是我希望的呼籲 講幾則 關於六四的香港的新聞 給大家聽 根據明報的專訪 由於明天就是六四事件 三十三週年 前支聯會主席李卓人 因為前年六四集會案 等多宗案件在囚 連續兩年在獄中度過六四 他接受明報書面訪問 表示明天會在整天禁食 不吃東西 晚上八時起 會點起火柴光去悼念 並相信港人會和他在一起 以各自的方式去表達悼念之情 認為無忘初心的力量 就是身火相傳的榜樣 據了解 在獄中的另一位支聯會的主席 何俊仁 和前副主席周幸彤 明天同樣會禁食悼念 即是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彤 我們為你送上 滿滿的祝福和祈禱 李卓人另外因為支聯會案 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被問及對控罪的看法 他說反對已然入罪的政治檢控 將會堅持爭取民主無罪 大家看到明報記者問李卓人 在獄中李卓人 就是六四議題的問題 包括今年六四當日 他會怎樣度過 對支聯會解散 維園武集會 他如何評估下一代 會否忘記六四事件 捲入了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案件 他有沒有思考認罪 他就用信一評回答記者 李卓人知道支聯會已經舉辦了三十年 九零年去到一九年三十年的足公賣會 後來因為各種打壓 最後在2021年9月25日解散 今天大家知道支聯會解散了 但不是代表說 我們看到對於六四的悼念會結束 我希望大家借這個機會 亦都要想一想新的東西 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要堅持平反兩個字呢 依此支持建設民主中國這幾個字呢 我們覺得尊重每個人不同的看法 但作為一個共同綱領來講 更重要的地方就是真相、救責、賠償 就是尤惠傑這幫天安保護 真是做得非常好的 就是這一點 再加上是釋放民運人士 就是追究屠城責任 結束一黨專政 這三個綱領我都很支持 但如果你今天跟我說 是建設民主中國 我覺得這是中國人的責任 我們能夠做到的只不過是一種 講真話的一種聲音 這個吶喊 這個吶喊 有如空谷觸音 不得了 最後一個民意調查顯示 中國人呢 八成都覺得中國是一個民主國家 那你問來了 你怎麼建設民主會建設完了 他們都覺得 就是你想一想 如果這個人這個民族不覺醒 是沒有希望 我們最重要的 不是要使他們有希望 喪屍治國 就是叫做喪屍這麼多 你不可能救得這麼多的人 就是聖經裡面的故事就是 你能救就救 你沒有責任去救所有的人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有真話 和公義讓他們知道 場內的人知道 他們可以走公義 他們很難 但不走就是喪屍 好了 另外我們外面的是 保港 撐港 保台 保護自己的國家 是第一位 所以我說 整個最重要的就是 保護自己 不要被這個中共的政權 所滲炎 保護好自己 是第一位 之後你反共 反共的地方 我們一定要力所能及去做 尤其對於我們國內共產黨的勢力 一定要起底清除 這個很重要 另外一方面 過去 就是32年 支聯會 都很多的悼念活動 大家都清楚 李卓人 就是為自己定下 初心 銘記 支持 堅持 再說多次 初心 銘記 堅持 是悼念的主題 就是無望初心 銘記 真相 堅持理想 六四當日 他會如去年一樣禁食一日 晚上八點鐘 點起火柴光 由光中回憶多年來 維園的萬千燭光 會唱出民運歌曲 五月的月陽光 並宣讀 早年六四集會的道詞和宣言 讓自己從中 回到愛人民 愛民主的愛國初心 使自己又堅持一下他的力量 那麼他有中國 愛中國的初心 愛文化中國的初心 我明白 但 我們覺得最重要的地方 是保護好香港 保護好台灣 所以有些地方 未必和他有一樣的國族認同 即他是大中華的一種代表人物 但我認為 無論是怎樣也好 不同的認同 代表他是邪惡 代表他是不同 那麼不同的情況 我們互相在反共的地方 可以互相合作的 當孫言道 讀到回到愛國初心 就成為堅持的力量 今年武團體申請在六四 當日在維園集會 但李卓人相信市民會用各自的方式 以初心悼念六四 就六四的歷史如何傳承 他認為無望初心的力量 就是身火相傳的榜樣 讓下一代能夠分享到 我們對平反六四 爭取民主的堅持 那麼大家看到 他已經總刑期 李卓人是超過20個月的 另外他也因為 港版國安法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和何俊仁 周恆棠和支聯會都同樣被控 就在六月二十四日 再提訊交付高等法院審理的程序 支聯會去年九月解散的時候 港版台中聯版同發聲明 只堅決支持港府 對支聯會的適刑違法行為 繼續調查依法追究到底 而用解散支聯會 是反中聯安組織的必然下場地說 李卓人就說 堅持爭取民主是無罪的 反對已然入罪的政權 和政治檢控 並反問說 愛人民、愛民主 何罪之有呢 他說最難受 就是說去到公民社會被打壓的種種事件感到無力 目睹一個個自然有被捕被囚 被迫來講感到痛心 只不知道哪個時候才能夠熬過黑暗 就只有相信歷史發展 好像鐘擺一樣 就期待光明的一天倒立 我說明明一定會倒立 因為我們有基督信仰的 第五波的武漢肺炎爆發的時間 李卓人在獄中確診 二年六十五歲的他 說病情當時很輕微 康復後就沒有什麼後遺症 但染疫的時候 要在監獄醫院隔離兩個禮拜 期間除了洗澡之外 就被鎖在窗內頗為難受 他透露 現時盡量每天做運動 有機會就跑步 希望以最健康的體拍 迎接未來的自由 他也聲稱對一眾天安門母親 罪感遺憾 因為33年以來 天安門母親已經有六十四位成員 相繼離世 今年再有兩位難熟去世 他說不知道六四哪個時候能夠平反 但希望告訴天安門母親 在全世界愛民主愛自由的人民心中 會銘記民主先烈的犧牲 這就是他很清晰的說法 除此之外 你會看到 公教部就說出天主教 香港教區主教 周守仁的文章 蓬勃成長於革縫中 看到自由和言論空間 看似有所縮減 當空間收窄 我們開始感到 有如在革縫中生活 又提到有人選擇去或留 他在接受主教有命時 就作出選擇 好像不少香港人 這樣選擇 我知道他比較低調 他至少不作惡 他不揚善 但起碼不作惡 我希望他能夠有些位置 可以勇敢些 但我當然他身在香港 我不可能下止度棋 我只是說周守仁主教 希望你在一些關鍵時刻 可以說一些正確的說話 他說一些 似乎有所縮減 其實真的有所縮減 他說 他留下來頂住 就是說他有個苦衷 同時他會希望 蓬勃成長於革縫中 其實革縫中 蓬勃成長 其實怎樣去做呢 其實比較難 那麼教友的力量和支持 一定要以 講真話行功而好憐憫 傳謙卑的心 與上帝同後 才可以做得到 那麼如果你只是 去道德化 只是說一些 一些秘密宗教儀式 求你赦免我 你完全沒有公義信德為基礎 就是不行 希望周守仁主教 能夠堅持信德 我希望鼓勵他 我不是譴責他 我希望鼓勵他 能夠繼續行功而好憐憫 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活動 就是在中文大學發生的 樹立在香港中文大學11年的民主女神像 去年平安爺毫無預警之後 被校方撤走 今年大學 暫外民主女神像廣場再無文女 不過今年六四前夕 由中大學生發起尋找文女活動 以3D打印技術 砌出一個個迷你文女放在校園內每個角落 並且邀請全校師生一同去找 活動原定舉行到6月5日 不過主辦方因為風險問題 提早在昨天結束了 在6月2日結束了 又參與活動的校友表示 文女是中大重要的一部分 錦炭說這個中大和我當初進來讀的時候的中大 是不是已經不同了呢 肯定已經不同了 尋找文女的團隊由4名中大學生組成 A同學是搞手之一 他指出民主女神像消失當日 頓國校園中最重要的一塊被硬生生地奪走 學生連搜回機會都被剝奪感到相當無力 當時他已經研起一個念頭 答應自己一定要帶文女回中大 校方搶一個就起一個 事今幾個禮拜 他遇上了懂得3D打印技術 和同樣想尋回文女的同時籌備半年 原計劃在被文女被移走的一周年舉行 但憂慮文女在大家心中漸漸消淡 於是選擇在六四前夕舉辦 迷你文女是以3D打印技術製成 不論外觀或是比例 都是與原來的文女無異的 表面的顏料 就是由團隊成員一手一腳七上 赤穿就定為10cm 正好不易被人發現 這個文女看似粗糙 但她是團隊經歷多次失敗 反覆試驗後得來的最好成品 這一點就是 他們悼念的初心是很清楚的 不過政權的打壓是神經的 根據Renews的報導 很感謝林彥邦 他說一個人原來都可以集結 不在場都可以 就是一人之境 就是長過 一個人原來都可以集結 不在場都可以 因為有一個廖家琦 這個港島總區高級警司 有些廢話 大家知道 星期六就是六四三十三周年 警察今天就見記者 聲稱留意到近日有人 宣傳鼓吹煽動當日去到銅鑼灣維園一帶 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呼籲市民不要以身示法 港島總區高級警司 廖家琦表示 今年沒有收到任何公眾集會的人的通知 但留意到有人以不同的渠道 鼓吹鼓勵煽動 還有他又解釋了集結 就算你一個人自己一個都好 是集結 一個人站在那裡 集結 喂 你有沒有讀法例的 有沒有讀判例的 早已告訴大家 香港的法例和法院的判決 告訴大家 一個人不可形成集結 這簡直是 所以我說這些人不讀書 不做事又不讀書 你吃屎狗 這個所謂的廖家琦 就說 就算一個人都可以集結 你神經病 只要與其他人身處同一個地方 有共同目的表達訴求 已經會成為 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的一份子 很有趣 與其他人身處同一個地方 有共同目的表達訴求 未經批准集結 就是三個人的愚蠢 所以你們想一想 你自己都不看 公安條例是你們這些PK定的 你自己本身也都不好讀法律 有什麼辦法 不做事又不讀書 他又聲稱 集結也不一定局限於一個地方 舉例 如果未經批准集結 出現破壞社會安寧的情況 以免成非法集結 過往這個法庭的判例 即使有人不時身處現場 但透過任何途徑 媒介宣傳鼓勵他人參與非法集結 也有機會被視為參與 這個人未必一定需要在現場出現 即是這個 就是不斷延伸去做這件事 這個法庭的判例 這一點上是荒謬的 他又被問到很多不同的例子 例如穿黑衣 點蠟燭 會不會違法 廖家旗就說 當日到銅鑼灣 一般逛街看戲吃飯買東西 不需要擔心 但如果受到鼓勵 號召到場 就有機會違法 其他情況難以一概而論 這些全部都是說 極權操控 就陷入一個不確定的狀態 讓大家猜猜一下 不知道 你怕就不要去 不要出街 回家 這個 是形成恐嚇 造成戒嚴的效果 很簡單 你穿著黑衣 有個民主女神像 有個T-shirt 放在上面 你試一下 在銅鑼灣走 你說我去吃飯 照樣說你煽動 說你集結 所以 四個大致奉獻大家 遍地開花 OK 將風險減低 將力量增加 希望國際的傳媒 能夠好感報道 香港六四 夜晚會發生的情況 遍地開花 人人 用自己的方式 結罪同道 去做應該要做的事 同道結罪做應該要做的事 三萬警察應接不合 每個人 如果怕的 有幾點合足 謝偉俊 都說可以 悼念可以 他說沒有用的 他說有什麼意思 他又沒有權力的人 一個流羅 關鍵的地方 就是警察現在要這樣做 有人就說 林鄭我就是走了 他去賣大包 沒有這樣的事 李家超跟林鄭 是無縫銜接的 共產黨一直治港的 國安警察 全部同一批的人 香港 解放軍駐港的司令 已經由武警部隊 跨兵種地調任 即是說 完全是把新疆 執民武警工作的人 調來香港 做解放軍駐港司令員 你會看到 中國現在全面這樣 去騙殺香港 撲殺香港 他就告訴大家 用刀把指 用槍幹指 來治香港 防止二十代之前 香港有什麼變亂 不會因為這個時間 剛剛李家超未上場 林鄭就來要走路 所以就會有一個空槍期 沒有這樣的事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珍惜這個情況 可能更加兇險 因為做完他的邋遢事 李家超不需要負責 所以希望大家保重自己 用力所能夠的方法 去做應該要做的事 我今晚會去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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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水的 長老基督教會 有一個祈禱會 六四祈禱會 也要多謝 榮光團隊 他們很多的一些 負責敬拜的成員 很多我相熟的一些牧師 去做到這件事 那我希望 就是 就算由香港來的人 成為新台灣人也好 在台灣人也好 也都踴躍出席 6月3日 晚上 這個8點鐘 在這個淡水 長老基督教會 所舉辦的這個活動 那麼大家 不需要 打什麼招呼的 大家心裡面都知道 不是為了 什麼我們為了好祈禱 就算去不到也不要緊 去不到 去到就最好了 因為遠了 很多老人家未必去到 去不到的話 就在線上 在網上 去收睇直播 你會在六四祈禱會 你會找到很多東西 在Facebook打 你會找到很多東西 OK 希望就 各式其式地做 其他各地 我當然有很多資訊 我沒有辦法消化那麼多資訊 跟大家說 希望大家 能夠各式其式 在六月四日 做應該要做的事 希望大家 勿忘初春 勿忘初心 勿忘六四 抗爭到底 守護初心 民主自由 都是我們要爭取回來的 民主的秘密是勇氣 民主的代價 就是什麼呢 永恆的警惕 希望大家 努力加油